第二个问题 请问师尊 弟子在修和修法 施虾心加上施相应法 无论是新归一后归一多年 如果还没有相应 请问可以同时修 也是ABC 早上一谈和修法 晚上一谈焉共法跟父母否共吗 请问师尊 新归一的弟子 可以直接修和修法 施虾心加上施相应法吗 请问师尊 以上的修法 早上一谈 晚上一谈 会加速我们修法成就吗 也是ABC 有法师开示讲 一定要修四加行直到相应 才可以修其他的法 因为师尊曾开示 一法相应 法法相应 你有听过 修到有感应的师兄讲 修两百坛四加行 就可以修上施相应 就可以修上施相应法了 请问师尊 这位师兄讲的是儒法吗 也听过不同的弘法人员 给予不同的见解 一般来讲 四加行是这样子 要十万遍 每一样要十万 念师 事归宇宙十万遍 大礼拜十万遍 大供养十万遍 忏悔法十万遍 按照规定就十万遍了 谁规定 有法师讲 有师兄讲 两百遍就可以了 每一样都叫十万遍 念师归宇宙十万遍 大礼拜十万遍 大供养十万遍 忏悔法十万遍 这是藏密的规定 藏密 藏密的规定是这样子 十万遍 一定要修到四加行 直到相应 才可以修其他的法 是有法师这样子讲 其实你如果做大礼拜十万遍 你有了感应 再修其他的法 就更容易了 四加行 就是房子的地基 你地基打好 你再盖 往上盖 就绝对没有问题 你地基 没有盖好 往上盖 你就倾斜 或者根本 或者根本地基没有打好 这个房子啊 就像我们最近电视讲的 大直那个房子 台北大直 那个地层都下线 基础 基础没有打好 结果他在挖另外一栋的时候啊 所有的房子全部都倒 周围的几个几栋大楼 全部都倾斜 所以地基是最重要的 吃加行是最重要的 每天要做大礼拜 或者念四归一咒 啊 忏悔法 十万 这个大礼拜 十万 吃归一咒 十万 大供养 十万 这个忏悔法 十万 先把这四个 做好 很容易相应的 你如果做好了 相应就很快了 那现在如果是修这个 在修其他的本尊法的时候 上述相应法 跟其他本尊法的时候 你可以跟这个气脉明典 合修 两个就可以合修了 那施加行是一个基础 施加行 加上述相应法 是可以合修 是可以合修的 就是回答这个马来西亚 莲花美珍 是可以合修的 而言 就像我未经许